欢迎来到新闻现场 韩国电子大厂三星旗舰手机Note7电池在更新之后 居然又发生了第一起意外事件 美国有一个家庭表示 他们拿着已经更换过的Note7上飞机 没有闪到手机在关机之后 突然听到火花爆出的声响 接着冒火着烟 导致全机疏散 三星则是表示正在与主管机关跟航空公司确认当中 粉色金属的元素让整体看起来更加轻盈 去年7月在台湾上市 旧款的三星Galaxy A8市场反应价为了延续好评 三星在今年也推出新版的A8手机 2015款跟2016新款同样搭载5.7寸荧幕 跟1600万画素主镜头 不一样的是新版的电池为3300毫安培 比旧版的3050还持久 但售价不变一样维持在14900元 三星电子推新品就是为了平息爆炸案带来的影响 不过却在10月5号又传出爆炸事件 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西南航空原本预定早上起飞 却因为一名乘客的三星Note 7手机着火冒烟导致全机紧急输撤 但是三星官方最新的说法是 他们正与有关当局以及西南航空合作回收产品 已厘清事情发生的真相 但是尚未经查证之前 还没有办法证实为新版手机所致 只是三星爆炸事件接二连三 恐怕未来平管控制没有更加严谨 恐怕也很难再挽回名誉 记者综合报道